带大家看看我上班的地方 这个是我们每天 都必须来进行 酒客的一个机子 上班第一步 咱们平时开车的话 是有20那个数值 但是我们开飞机的话 就是必须是零 那称务员也是吗 都是一样 大家都一样的标准 每次机长来这 每天都会领取这个飞行资料 和那个放行讲解 这个就是今天整体的 我家大下雨 麻烦看一下香港那边 我打电话 收衣服 所以每天机长来到这里 领取了资料 然后听完您的讲解之后 我们就会往前去飞行准备 开会的 去准备室 我感觉好有秩序 这个过程就是那个 中国机长的电影里面 他起飞前整个的过程 其实就是刚刚我们走的 这完整的流程 是的 好 谢谢 这趟云可够大的 去的时候咱们可以上高度 避开云的前端 这些环节就属于 运行的时候的内容 对 然后我们现在去二楼 看一下我们这个AOC 看看最强大的我们的所在地 就是您平时 也不会去到的地方 对 我们都是电话联系 给大家这些心理准备 心理准备 准备什么 很厉害 很有气势 很有气势 对你看 没事 没事 没关系 好帅 是不是很有气势 很带感就是 真的像你说的那样 好帅 好帅 在挂火箭 三 二 二 三 吃饭 诶 陈老师 你们好 陈老师 幸会 各位老师好 我是飞行牵排员陈兴宇 陈老师你好 那接下来就由我 来带大家看一下我们AOC的设置 好 先问问大家知不知道AOC是什么 下航所有飞机的统筹中心 齐老师这个说的非常到位 那我们就从师姐的排班 飞行员的排班是怎么排的 师姐耳朵收起来了 多飞两次 这边就是我们这个飞行员的 机组排班的一个 这个位置 各位老师好 以后多担担 你怎么变成这样了 那你要不要跟他关系弄好一点 给你多排一点班 我是下航一块砖 哪里需要哪里班 我最不喜欢飞那种特别轻松的班 领导听见了吗领导 各位老师好以后多担担 多多撞不小心 出入职场的我们 好像大学的课表一模一样 对啊真的很像 那现在咱们下航一周的工作量 多少组 今天大概是五百多个上班吧 五百多吧 今天六百三 今天今天周末 你们就要分出六百多组来 对 每天都要排五百多个 运行调度处 如果发生了航班延误的话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 遇到过很多 经常遇到过 对 甚至说我这航班因为更容易取消了 我可能还要去安排旅客住宿 我被安排过 我也被安排过 我也被安排过 所以这边就是旅客的一个总调度 那这边总调度是不可能休息的 因为二十四小时都在调度 对 就是在AOC的这个大部分的席位 都是二十四小时连轴转的 就是早班中班晚班 乘客如果要二十四小时出行了 对 他们这个地方二十四小时就必须有人 对 新客 这边我们是叫做计划签派员 我们计划签派员它会通过这样一个系统去编排 今天和明天的飞行计划 这个系统的名字叫做天恒航班优化系统 这个绿色的航班的话代表我们已经执行完毕了 那这种深蓝色的航班是代表着它正在空中正在飞行的一个航班 那后续的航班代表是说还没有执行的一个航班 这个标志的话是代表这场关闭的一个标志 那项目今天晚上呢这场是不关的 那这个飞机是非福州和沈阳 沈阳今天是关 那我肯定是要优先去保障沈阳 我觉得这个像解数学题一样 就是找一个最优解 先解什么再解什么 这个系统是我们公司自主研发的一个系统 也是全桌民航第一家 这个系统出来之前我们用的系统都是欧美的系统 那这也是我们打破垄断自主研发的一个 一个先行先逝的一个范例 所以很有成就感的一个工作 是这样 辛苦辛苦辛苦 优化大师 机物 我们是收飞机的 很简单的三个字但是 飞机的医生 所以这边调度的不光是人员 同时还有所有的这些工具 物件设备这些东西的调度 其实量也是非常大的 辛苦了 所以我们保驾护航 谢谢您 谢谢 总飞行欠派师 您好 我这边有一个问题 就是我起飞的那个地方 它是晴空万里 我降落的目的地也是晴空万里 为什么还要延误我 因为我们比如说 有天气影响我们的航路的话 然后 中间的路程 中间还有航路 对 路过的地方 你只有起飞和落地是晴空万里 然后你中间飞灭的地方 全是雷霸 我还以为我是瞬移 电话来了 电话来了 等会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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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话 你说 这个情况很紧急吗 不是 突发了一个事件 有一个飞机在空中 它的两部GPS失效了 啊 这也很理想 我想说如果能够给我引导 这边 就是我才有 对 如果大新区域之后 就出现这种 那边引导也不行 唐窗被运程 大概在华北这块区域 我们发生了两个GPS信号丢失 运程的洞八号跑道 它的风又比较大 不能用洞八号落地 太阳要上马上不工作 先背吧 先背吧 那先背吧 喂太阳 那个8246去年到备见了 是 就是它两部GPS失效 然后运程那边的程序都不可用 你刚好处理一个机位 然后跟管事报一下 好 谢谢 拜拜 哇 太强了 没有解决不了的事 太牛了 这种情况常见吗 不能说很常见 但是也遇到过几次 嗯 你看这一切都是在实施发生的 但是刚刚发生的过程当中的时候 就会出现机上的机长 就一定要和AOC 对 必须实时通话 对 必须实时通话 对 有到太微信电话 微信电话 到什么情况了 所以这打回家里 这叫家里 对 我们这边就是家里的 2022年的大鹰事件 一个黑影就打到发动机里面了 这个时候我让我的徒弟 赶快跟我们的家里联系一下 跟他汇报一下这个情况 家里指的就是我们的指挥中心 哦 是家里啊 因为一旦有什么问题 跟家里说一声 家里会给我们提供一下 很多的意见啊 帮助啊 对啊 然后我们就安全落地了 谢谢您家里的老师 这真的是我们的大后方 这就是一个多方 一直在协调的过程 是 所以需要咱们这个 最强大脑们都坐在一起 嗯 对 确实是这样 会不会的话 要当营取权 需要呼呈 over